据香港媒体报道,王妃与李亚鹏的夫妻缘分走到尽头 据知,天天念经的王妃将非印度朝见大宝法王 而李亚鹏着现身乌鲁木齐时已除婚戒 其实,王妃与李亚鹏近两年各有各玩 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李亚鹏的花心臭史越接越多 近内地女性苗圃,二十多岁夜店女子 吻别短发女及花店老板娘外 近日再有一次巨凶新欢曝光 原来,今年8月8日,王妃44岁生日当天 李亚鹏竟带女儿李嫣,跟巨兄女密由英伦 三人泛周剑桥,终于触动王妃的神经 击撇李亚鹏一改往日低调作风 于离婚当晚7时27分在微博自报分讯 这一世,夫妻缘尽至此 据知,连李亚鹏及王妃经纪人陈佳英 事前都不知王妃主动发工 李亚鹏昨天现身乌鲁木齐机场 婚变后首度现身的她已除下婚戒 带黑钞遮面 由一位中年男子陪同 李亚鹏神色凝重,风嘴俱受访 库六娱乐游文宿地为您整理报道 李亚鹏神色凝重,风嘴俱受访